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气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林长树指导的夏女 被称为每个男人都幻想过的事情 小豆是在饭店工作的厨娘 每天要工作到很久很久才可以下班 她跟着胖胖的闺蜜挤在一间出租屋里 虽然很苦,但是有人陪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一天一位穿着华丽的女士找到了小豆 她想了解小豆的生活 小豆因为之前应聘过家庭管家的工作 她被成功的聘用了 作为女佣要住在被人的家里 对于小豆来说 吃着顶级的料理,住着豪华的房子 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红衣教小豆一言一行 红衣虽然没有效果 但是她对小豆很是照顾 小豆每天的主要工作 就是照顾怀了双胞胎的女主人 和一位表面早熟 内心却很温暖的女孩小美 这和以前的工作相比 小豆感到无比的幸福 这个家的男主人二女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尽管每天很晚才能回家 但是她陪老婆孩子 一样都没落下 有时还喝喝红酒 弹弹钢琴 她始终保持着高品质的生活 面对这个充满魅力的男人 小豆心动了 而小豆正处于青春的年龄 每天穿着女铺装到处晃 二驴看得也有点心神荡漾 一天晚上 二驴夫妻两人啪啪 由于女主人怀孕 二驴在女主人身上没能得到满足 便拿着红酒下楼找到了小豆 小豆以为是小美来找她 便没有穿衣服 二驴让小豆喝了点红酒 二驴便对小豆开始动手动脚 小豆不说话 但是心里很吃高兴 任由二驴为所欲为 那晚过后 小豆看二驴的眼神里 便多了几分的暧昧 小豆看着可爱的小美 认不住亲吻她 不禁心想 如果自己的孩子 也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应该很幸福吧 二驴每天晚上 拿着红酒来找小豆 小豆也等待着 每天晚上被二驴淋信 两个人的事情 很快就被红姐发现了 红姐很震惊 但身为管家 也不能说些什么 小豆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 二驴并给了小豆高额的支票 小豆把怀有双胞胎的女主人 照顾得很好 女主人也对小豆很是喜欢 这一切红姐都看在眼里 她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女主的母亲 幽姐 红姐告诉幽姐 这段时间她观察小豆 发现小豆怀孕了 小豆在外面没有男人 很显然 这就是二驴的 幽姐一听坐不住了 表明小豆肚子里的孩子不能丢 一天 幽姐来到了家里 看完自己的女儿 她趁着小豆在打扫掉顶的时候 故意推了梯子 幽姐的这一举动 让红姐和小美都看到了 小豆从二楼掉了下去 小豆和她的孩子命大 都没有事情 小豆住院了 红姐来到了医院看望小豆 她看到自己造成的后果 对小豆很是惭愧 红姐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二驴 却被女主人打断了 对这个家兢兴业业 工作了十多年的红姐 毫无尊重可言 而红姐也只能夜晚戒酒消愁 医生告诉小豆怀孕的消息 小豆自知贫穷的她 根本养不起这个孩子 而小豆的闺蜜胖胖也劝她 打掉孩子并离开二绿 小豆把自己想辞职的事告诉了红姐 红姐让小豆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红姐虽然口气很严厉 因为她担心小豆还留在这里 只怕不能活着离开 小豆向女主人辞职 女主人便打了小豆 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把孩子打掉 小豆看着可爱小美 便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了 很快女主人快要生了 全家都去了医院 小豆偷偷的喝着 女主人之前的宝胎的中药 她没想到 宝胎的中药 早已经被女主人给掉包了 医院里 女主人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二绿很高兴 但是她的老婆 突然把二绿的嘴唇咬破了 二绿生气的回到了家里 看到了小豆痛苦的 躺在自己的浴缸里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二绿 但是二绿并没有打算管这件事情 她叫来医生把小豆送去了医院 小豆流产了 二绿找到自己的岳母幽姐 不是为了小豆 只是为了小豆肚子里的孩子而已 小豆孩子没有了 红姐来道歉 但是小豆直接给了红姐一巴掌 养人要报复 在一个下雪天 小豆重新回到了二绿的家里 二绿怕她对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伤害 便让红姐把她赶出去 但是红姐直接不干了 此时 小豆湿漉漉的出现在了二楼 当着所有人 包括小美的面跳了下去 电线缠着小豆的脖子上 火星点燃了小豆身上的汽油 小豆瞬间烧成了火球 荡来荡去 这件事情对于二绿 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 眼神里又多了抹不开的忧郁 本不应该她承担的一切 却被深深的刻在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